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黎月每日委托 好兆头 133-134 知天命 而静人士 元神成就全收集 黎月每日委托颜游记 135 帝君故事 这期视频用我们来收集 知天命和阿尔静人士 借量的成就 我们需要在 黎月的每日委托里面 接到志华发布的好兆头 借助委托 志华因为暗恋罗奇 但是妥于不长去表白 然后我让我们去帮他 寻找象征者爱情好兆头的 这事物 如果我们正常的寻找 那会获得知天命 借助成就 如果我们破坏其中四个 也就是这前四个 我们会获得阿尽人士 借助成就 每次委托我们才找到 养这景象 那就是我们至少要接到五次 五次好兆头地路委托 我们才能拿到这两个成就 其中的五只景象分别是猫和鱼 然后是一对遮子 加上三堆落叶和三只狗 加上一个老奶奶的生意兴隆 好的 以下是演示视频 我们需要在 黎月的每日委托里面 接到这个 好兆头 这个委托任务 之后我们来 打开技术 遇到港口 来到黎月港下方 这个起批点 到了起批点之后 我们来 征随任务指引 找这个志华 对话 好 对话完成之后 他叫我们去找好兆头 第一对是阿桑婆婆沙的 生意兴隆 如果派蒙吐槽雷居 好像没什么关系和爱情 这里还有一堆树叶 也是那个好兆头 我们征随任务指引来就行了 这堆树叶是可以用风元素吹杖的 那就成了破坏 就变成了破坏好兆头 这还有一只 一对鸽子 然后我们也是能 把它击杀 然后拿到禽肉 一次任务 我们可以找到两个兆头 但是阿桑婆婆那哥 是不能破坏的 来我们去找他教任务 交往任务 小伙伴们要记住 就是自己到底找到了什么兆头 找到五次好兆头和破坏四次好兆头 我们就能分别拿到两个成就 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 帝君故事的这一成就 我们需要在 黎月的每日委托里面 先接到这个 盐游记 至少要接到四次 然后我们其中不同的物品给他 这次其中物品 他会给我们不同的变迁 小伙伴们可以记一下 我们其中四次物品之后 就能获得这一成就 帝君故事 好的 这一下是演示视频 我们需要在 黎月的每日委托里面 接到这个 盐游记 之后点击任务追踪 然后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 天行商下方这个棋皮点 从这个棋皮点 飞过来 来找 木圣对话 第一段 对话完成之后 他会叫我们其中物品 小伙伴们要 记住 自己意义 到底其中了什么 他会对应 不同的故事 我们会获得 不同的变迁 然后 拿到 四个变迁之后 我们就能获得成就 这个变迁 是在 背包里面 它是不显示的 就像我刚才 拿到了 开拓之神的变迁 这里面也是没有的 所以小伙伴们 要自己记住 到底其中了什么东西 也可以 在电视频下方 做个标记 好的 这些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 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